主席我們各位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丁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想以下的止血點 無論我們政治立場有多麼認知的不同 但我絕對不會懷疑你說 要去縱容詐欺犯罪這件事情 那我同樣的道理 我相信任何立法委員 或者是輿論或者是民嘴 無論用多麼高亢的音調 跟你質詢相關的事情 我們應該有基本的一個假設 這些同仁或者是民嘴或是輿論 絕對沒有一個人要站在包庇 詐欺犯罪的這樣的立場去討論事情 我相信這樣的立場我們必須確立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來理性來探討 因為這種跨國型的犯罪說得好 520之前的政府會遇到 520之後的政府也會遇到 我們現在面對問題 從一開始大家對台灣 是我有管轄權這件事情 司法主權這問題 我們姑且不論這當中 也許法務部有一些反反覆覆的說法 但這件事情 我們目前是一個確定 我國是有司法管轄權 這是我們確定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 我們就昨天馬來西亞 前天馬來西亞 請送我們台灣 相關可能的涉及 詐欺犯的所有人員到討 過程不談 部長我請教你一下 當這些嫌疑人回到台灣之後 他們有沒有經過檢察官的訓問 還沒有 就是司法警察的訓問 那為什麼檢察官不進行訓問的動作 這個要問地檢署 他們可能是覺得資料不夠 部長 部長我們站在檢察 當然你不會針對 因為個案我不能夠去 你針對個案不會去做處理 但是我們站在 我們不評論這些 我們以後遇到類似的這種跨國型的犯罪 你認為檢察官應該在居場接受 進行訓問嗎 所以我也 部長很多事情 你沒有看到證據 你就直接下評論 但這件事情 我們 部長 部長 眾所皆知的事情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8條的規定 如果在審判當中 法條我不知道有沒有背錯 在審判當中也不用去證明 因為那是眾所皆知的事情 何況在偵查當中 他有些事情 證據法則更相對的寬鬆 今天這些嫌疑人 在馬來西亞涉及詐欺犯罪 而且中國跟台灣都主張有司法審判權 這件事情 我相信看不只是媒體報導 在這段時間裡面成為眾所皆知的事情 眾所皆知的事情 警察官 我現在不是在 我今天 你不進行訓問 當然會有讓人家外界認為 我們對這些 好不容易 要來遣送回國 要來彰顯我國司法主權的 這個案子的時候 警察官可以實行司法偵察權 但是他在機長就放過了 部長 第一個 沒有進行訓問 第二個 我們就算 我們假設他有進行訓問 我們假設有進行訓問 你認為 我不講這個案子 說類似這案子 警察官具體的作為 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你說應該訓問嗎 我有一個意思說應該訓問 不是 我就不討論 已經沒有訓問了嘛 我們遇到以後 類似跨國的犯罪的時候 我們在從第三國 從印尼泰國不一定全送回國的時候 檢察官除了訓問之外 我們在相關的檢察長的座談會議當中 我們應該做如何的具體建議 當然要積極收證啊 部長 我們司法既然要實現 我們一方面 我們地地行事訴訟法 第一方面要滿足實現我們人民的正義感 第二個 其實我們也是在約束我們的正義感 我們怕我們的正義感太氾濫 但是我們又怕我們的正義感不能實現 面對這件事情 好 就如同中國所說的 犯罪被害人在中國 犯罪地在第三國 我國主張有司法管轄權 這些人遣送回國的在當下 第一個 在機場 即使不在機場也要在地檢署啦 因為他們犯罪的可能性 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這第一個 訓問完之後 就算我們的證據 沒有辦法達到羈押的狀況之下 我相信檢察官對這樣的案子做 限制住居 也是一個最取碼的一個動作 因為限制 因為這些我們已經假設 他很有可能 如果他們是真的犯罪 很有可能再犯嘛 他很有可能因此出國嘛 那我們假設 將來假如要跟中國達成司法上的協助的時候 很多人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這是法 部長 我現在是救世論事 來跟你討論這件事情啊 我也是 好 所以這個應該要看 其實警察局提供給 部長 遞檢的資料 是什麼狀況 羈押我們很嚴格 羈押 你要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要有 而且要有 事實之必要 不然不能進行訴追 不然他所犯的罪比較重 我相信在這個案子當中 如果只有人回來 但是只有報紙燈說 這些人在馬來西亞 可能涉及詐欺的犯罪被害人在中國 我相信這個要羈押法院 可能會很困難 但是限制住居 限制住居法院本 本來就是檢察官的司法偵察權 強制屠分權之一 第二個 他在法律 檢察官他除了司法官的性質之外 他有相當程度的是一個行政體系的一員 我們基於檢察一體 當然我們可以在檢察長的具體相關的座談會當中 彼此交換心得當中 可以這樣子做 我會建議他們去討論 在檢察長會議中 所以 部長 當昨天 也許 一路一片 我相信其實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當中 如果用公民投票 大概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人認為這些人 應該可能犯罪 但就如同我說的 就如同我說的 我們的刑法 我們的刑事訴訟法 除了在滿足實現我們的正義感之外 其實也是在限制我們的正義感 這不只是我們台灣這麼要求 在任何民主法治國家 在台灣日本 在歐洲都是這樣子做的嘛 也許 我們這樣限制我們的正義感 走的會比較慢 但是這個國家會走的比較久 我們好不容易走過那個 我們不用管法治 不用管法律 不用管人權的那個階段 好不容易我們這樣一一的建立 這樣的一個制度 我們今天講法律制度 不是要為了要保護這些嫌疑人 其實也是保護我們這個國家 大家想看看台灣這個國家 好不容易建立了一個法治 走的比較辛苦 我們放棄了 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法治制度的話 那其實對這個國家的危害 不亞於這些人對這些被害人的危害嘛 就你或者是法務部 常講我們台灣對這種跨國型的詐欺犯罪比較輕判 我不知道你們是有根據長期的追蹤統計 還是憑一個或兩個案件 我先說我沒有定論喔 因為我沒有研究 那部長我請教你 你到底是經過長期五年十年的追蹤累計 分門別類它不同的類型 還是你憑著印象 憑著你的感覺是有統計的數字 還是你看到你憑感覺嗎 一部分有一部分沒有啊 所謂沒有的就是一般的印象 有的就是司法院他有統計 我們當然也要有一個責任嘛 台灣第一個身為部長 我們現在台灣詐欺犯的法定型 是如果這種跨國型的詐欺犯 在103年之後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而且一做一法可以累計到判30年 是否有侵判我沒有定論 但是這個要長期的追蹤 長期要分門別類 這個是法學上非常研究 非常重要的一個數據喔 因為 部長 你我都是法律人出身 我們法律人特別是在法官 他們面臨一個最重要的功課 而且最困難的功課就是量刑嘛 除非我們罰期者處10年 那都不能動 我相信沒有一個國家會這麼定嘛 那你既然給法官一年到七年以下 這樣子坦白講是那個range非常的大 那個很大 那我們法務部要做一個動作 法務部要做一件事情 要分門別類 那你這樣子我相信 在院檢司法院跟檢查體系 常常會做法律上的交流嘛 會作談嘛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具體拘束 法院說你一定要怎麼判 但是法務部一定有一個數據 就是說欸 那個司法院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已經做好統計 分門別類這哪種詐欺類型的 這樣判刑 那就我們受害人損害了多少 那我們 那我很遺憾 現在講這個當年的任期有限 講這個也許是 也許時間太晚了 但是我期待我們將來我相信 將來在底下做的所有法務部的同仁 無論首長如何更替 你們將來都可能會繼續 為台灣的司法階級去努力嘛 這個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第三個 台灣我是做基本的假設啦 台灣在詐欺犯罪 跨國型的詐欺犯罪 特別是對中國 我們對中國為什麼 為什麼齁 如果說像中國所說的 我們為什麼會去 台灣人到第三國去詐欺中國 為什麼會比較多部長 就是他們覺得到第三國去詐欺 不好意思他們講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語言通啦 我們想像中我們的詐欺犯去騙美國 日本馬來西亞泰國比較難 因為語言不通嘛 語言通所以他比較 所以兩岸的合作是確實是有必要性的 這個不只是存在台灣這一方 也存在中國這一方嘛 那我們在審判當中 我們去分析 法官如果說像你們所說的 他是輕判 那可能有兩種 有一個非常大 也許有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因為犯罪的罪證 犯罪的證人就是被害人 他都在中國嘛 那我們根據我們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我們台灣對證據使用嘛 那我們第一個 關於在大陸所進行的訊問的筆錄 在台灣要不要當成 一百 要不要當成這個 一百五十九條的 知識的規定 例外的認為他不用進行交互結問 這是一個大學問耶 目前 部長 目前司法 司法 司務界 對這件事情還沒有定論 有些法院認為說 因為你在中國已經進行訊問了 只要符合中國的法律 所以我認為你在台灣不用進行交互結問嘛 我可以直接採納這個當有證據能力 證據率我再來判斷嘛對不對 但是有些法官不這麼採 對 有些法官不這麼採 那我覺得第一個 我們沒有辦法去拘束法官說 在所有在中國所問的所有資料 你都要採回證據嘛 法律不可能這樣判 法律不可能這樣做 那如何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兩岸互助就更重要啊 部長 兩岸互助 我們當然我知道啦 你也 也無需 我認為啦 也無需講說你做做不好 換了下一任這樣 我想大家都不用情緒上這樣發言 我們台灣面對中國 無所不用其極 在明明這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政黨執政都會面對 那我們站在 就你所講的 我們為國家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要 我們可以 就算要求就你講 他不一定聽我們的嘛 我們面對這個問題 部長你有沒有所解決方案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努力溝通 對啊 你要跟他講什麼具體的方案 我們講說 我們也有合作的 對他們 具體 具體 你說具體要怎麼 他說合作怎麼合作啊 比如說他那邊有的證據給我們 部長 部長 你沒有聽懂我是 證據給我們 但是法院 可能認為 因為這個 沒有進行交互結問 而且事情上 進行交互結問是必要的 所以他不採納 所以那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就要看個別的狀況 要不要再補強這個證據 部長 我建議 我建議 其實進行交互結問是任何案件 原則上要進行的事情嘛 原則例外的時候才不用進行交互結問嘛 兩個方法啦 交互結問 還有事實上的困難 我們可以要求 他在偵辦 以後類似的 詐欺案件的時候 他在訓問 他在訓問被害人 製作 被害人就等於證人嘛 證明說他們是履行他們國家 應進的那些法律的程序嘛 那將來這個蘇貞 送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要求法官 你一定要認為說這個有證據能力 但是因為我們基於司法協助的狀況之下 進行了如此嚴謹的程序 將來他去旁邊看的那個警察 或警察官 他回來也是一個證人啊 那法官要採納這個 成為一個證據的機率 就相對的高很多嘛 大家都比較 不是啊 我剛剛所提了那麼多 我現在不是要 大家繞在那邊 誰愛台灣 誰不愛台灣這件事情 我剛剛所講的 就如我講 就如我剛剛所說的 你現在是九局下半的 一個投手 無論我們在 很多事情的價值判斷上 南原北側相當的不同 無論你對 你這九局以來的表現 評價如何 但是要為國家 來尋求一個 司法解決的方案的時候 我們身為台灣最高的 偵察機關的一個部長 不應該 動不動的 就釋放一個訊息說 台灣在偵察 跨國詐區這件事情 是很困難的 是輕判的 是沒有辦法 我說釋放的訊息是這樣 我認為這個是 我認為這不是 這絕對不是 部長應該做的一個責任 我們當然承認 我們走的會比較慢 我們走的比較慢 因為 我們保護這些被告而已 我們在保護這個國家 謝謝劉委員 部長請回 我們接下來 賴世保委員不在 我們請林俊憲委員 時間八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本時邀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好 部長好 部長你知不知道 你一直到今天 還是媒體的焦點 所有早上的新聞 幾乎都是羅英學部長的 連因為 對 浩鼎案 回國被巡的 中研院